抗議浪潮在全國四起 從各地高校載到民間 當地時間週一凌晨 北京上千民眾集會聲援 要求上海當局釋放抓捕的抗議民眾 11月24日 中共清零運動 釀成新疆烏魯木齊火災悲劇 25日 新疆罕見出現大規模民間抗議活動 隨後 全中國掀起抗議大潮 結婚 結婚 犯罪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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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犯人家 犯罪形勢主義 犯罪犯罪 使者安心 犯罪 出臉你們 犯罪人家 犯罪人家 不要獨裁讓民族 在上海烏魯木齊路 群眾高呼 共產黨下臺 在清華大學等多所高校 學生手舉白紙抗議 這些白紙既是一種無聲抗議的象徵 也是一種對抗策略 避免被當局抓捕或被指控違法 週一凌晨 在北京三環附近釣碼河 至少1000名居民集會 抗議中共的極端清零政策 聲援釋放上海被抓捕的民眾 著名評論人士張家敦連發推文 他擔心中共會像處理1989年六四活動一樣 暴力鎮壓民眾 中國的抗議活動是自發的 像野火一樣蔓延 共產黨顯得茫然 一時不知所措 如果民眾的憤怒不會很快平息 預計中共將動用大規模武力 張家敦還指出 共產黨已經失去民心 與1989年不同 中國人已經直指問題的根源 那就是中共的統治正在摧毀中國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清迪 江迪亞竟然報導